国泰航空宣布 机组人员最迟8月底接种新冠疫苗 否则可能影响平用 机冠局8月开始 也要求进入机场禁区范围的员工 需要完成接种疫苗或持有检测阴性证明 国泰航空早在上个月中 已经呼吁机组人员尽快接种新冠疫苗 当时回复查询时曾经说 明白是否接种疫苗是个人决定 但就预告可能会作为续聘条件 相隔大约一个月 国泰决定要求机师和机舱服务员 必须要在8月31日或之前打针 否则就会考虑将来是否会继续聘用 但也会按照个别人员的身体情况 作短期过度安排 国泰航空说 未来只是得已经打针的机组人员 可以免检疫往内大部分地方 和运作航空气泡的航班等 如果还有部分的机组人员未接种疫苗 会令到编排人手变得困难 而目前已经有超过九成的机师 和六成五的机舱服务员接种了疫苗 另外机管局也说 为了进一步加强保障机场员工 旅客和其他机场使用者的安全 将会在8月1日开始 要求所有进入机场禁区范围的员工 必须要出示完成接种疫苗 满14日的证明 如果不是就要出示当时有效的检测阴性证明 无线电视机仔黄线河报道